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多城市发现印度变异毒株 中国告急 据联合早报报道 印度新冠疫情告急 把全球疫情再次推上高峰 对于中国是否会因此调整防疫策略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 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常态化防控是中国基本防控策略 也是中国保持良好疫情形势的关键 会继续坚持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 4月29日 中国浙江卫健委公布 该省28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 其中10宗由印度输入 患者均为中国籍人士 是香港籍货船华阳朝阳的船员 浙江州山市卫健委表示 目前未发现本土密切接触者 将继续依法依规做好相关处置工作 印度新冠疫情严重 4月28日新增于36万宗确诊个案 当地医疗物资严重缺乏 各国纷纷失以援手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 28日晚发推特称 中国的医疗器械供应商 正在加班处理来自印度的订单 最近几天收到至少2.5万部制氧机订单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 有专家预测印度疫情形势严峻 每日实际确诊数或超过200万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 吴尊友今天29号下午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部分城市检测到有印度变异毒株 大家都很关心也比较担心 但病毒变异一直都在发生 无论怎么变异都能够阻断其传播 只要能阻断这种毒株的传播流行 只要能阻止变异病毒的流行 又可以防止新的变异毒株的发生 他强调 因此落实防控措施最关键 既可以终止变异毒株的流行 也可以防止新的变异发生 另外对于中国是否会因印度疫情 调整常态化疫情防控策略 吴尊友说 常态化防控策略 是中国从新冠流行以来确定的基本防控策略 也是中国保持良好的疫情形势的关键 所以五一期间 五一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常态化防控的各项措施 吴尊友提醒 虽然现在中国疫情总体形势是好的 没有本地传播疫情 但国际形势非常严峻 外防输入压力更大 公众不要掉以轻心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跟拜登打赌 美国民主胜不过专制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 4月28号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 首次发表演说的前几个小时表示 他把美国面临的挑战看作是 民主能否在21世纪获得成功 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打赌 民主赶不上专制 拜登星期三下午在他即将上任100天的时候说 这个时刻是关键的 他们将在历史书上书写这一点 拜登对聚集在白宫的一小群全国性的电视台 和有线新闻主播说 不是关于我们这里的任何人 而是关于民主能否在21世纪发挥作用 拜登继续说 你知道事情发展得太快了 在这个世界上 在科技和其他一系列问题上 事情变化的是如此之快 问题是 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天才民主国家 你能否在可以与专制竞争的时间表上达成共识 在拜登总统看来 民主与专制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 他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辩论和讨论 拜登说习近平正在打赌 民主不能跟上他 拜登此前也表示过这样的看法 他在上任后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 评价习近平时说像普京一样 他是那种认为专制是未来潮流 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 无法发挥作用的人之一 拜登当时强调 世界如今面临着民主与专制的较量 而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是起作用的 这位美国总统2月19号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表示 世界今天面临的挑战与以前不同 目前全球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他说人们眼下正处在一场对未来 以及当今世界的方向展开的根本辩论中 他当时说我们在两派争论之间正处在一个拐点 鉴于我们所面临的所有挑战 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全球大流行病 有人争辩说专制是最好的前进方式 而有些人则明白民主至关重要 对这些挑战来说至关重要 拜登说民主将会而且必须获胜 但民主国家必须证明 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 民主仍然可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求 拜登随后在对国会发表演说时也再次表示 习近平和其他专制者认为 美国的民主做事太慢无法竞争 他呼吁美国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拜登在国会演讲中说 我们的民主能够实现它的应许 让我们所有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人人平等 有机会过着体面 有尊严 并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吗 我们的民主能够满足我们的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吗 我们的民主能够克服撕裂我们的谎言 愤怒仇恨和恐惧吗 他接着说 美国的对手 世界的专制者 正在打赌 他不能 他们相信我们充满了太多的愤怒 分裂和狂躁 他们看到了攻击这座国会大厦的暴民 认为这是美国民主已经西洋西下的证据 他说 他们是错的 我们必须证明他们是错的 我们必须证明 民主仍然能够行之有效 我们的政府仍然行之有效 而且能够为人民带来成果 他在演说中说 专制不会赢得未来 未来属于美国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人口负增长 中国官方拒无认账 据法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透露 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的转折后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随即宣称 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具体资料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评论指在中国人口是敏感议题 更牵涉到计划生育政策 养老等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动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 在戏剧性的不断延迟公布 和各种甚嚣尘上的消息中 本身的可信度恐怕蒙上阴影 英国金融时报昨天引述知情人士说 尚未发布结果的第七次中国人口普查 将报告全国总人口不到14亿 由于中国官方先前表示人口已在2019年底超过14亿 这个消息无异于表示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 该报道说官方原本打算在四月上旬公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到了本月中旬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称 普查结果将力争早日公布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称 相关数据预计要改到五月中上旬公布 不过该报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现在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时间表 因为有些数据量比较大 还在处理过程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金正恩中朝边境建出口加工区 联手习近平跟美国的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朝鲜官媒朝中社周四29号报道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24号发布政令 决定在中国与朝鲜之间的中朝边境 闲进北道茂山举部分地区新设茂山出口加工区 据政令朝鲜在茂山出口加工区内能够行使主权 但报道未披露具体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早在2013至2014年曾抛出方案 拟在南普市和黄海北道推进出口加工区建设 但相关计划至今没有进展 外界推测朝鲜可能试图借设立出口加工区 与中国进行委托加工贸易 消除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引发的经济危机 朝鲜社也分析说 朝鲜可能试图通过境内出口加工区的委托加工厂 生产服装等中国企业产品 再把成品运往中国 受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影响 朝鲜劳工2017年起不得赴外创会 茂山郡是朝鲜咸境北到西北部的一个郡 位于咸境山脉以西的茂山高原 北阁屠门江与中国吉林省相望 西阁西头江与两江道相望 其他河流有城川水沿面水等 面积1300平方公里 人口约12万 中国华电集团总经理涉贪4.68亿当庭认罪 据通往报道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周四29号 就中国华电集团前总经理云公民 涉嫌受贿一案进行审理 被告当场认罪 法庭宣布休庭并择日宣判 据悉非法收受财务折合超过4.68亿元人民币 涉贪金额超越区人大常委会员 副主任行云的4.49亿元记录 成为自治区至今最高 云公民在1992年至2016年8月期间 利用职权及地位职变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及干部选拔任用方面 向有关单位及个人提供协助 以换取多个单位及个人的财务 检查机关在庭上展示相关证据后 被告及其辩护人进行制证 控辩双方各自发表意见后 云公民在最后陈述时认罪回罪 在场旁听人数约有20人 当中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记者及各界群众等 现年70岁的云公民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 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山西省委常委、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副书记、副董事长等 2019年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继续报道 中国立法大卫王吃播将罚款10万元 据法广报道 中国周四4月29号通过反食品浪费法 限制饭店宴会超量点餐等浪费食物现象 对明显浪费行为处以高额罚款 网络吃播大卫王可最高受罚10万元人民币 中国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周四表决通过反食品浪费法 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该法限制公务活动用餐不得超过规定标准 规定餐饮业者可对过度点餐者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用 并可奖励适度点餐光盘行动的顾客 但规定并未指明奖励细节 该法规定对严重浪费食品行为处以罚款 对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的商家给予最高1万元罚款 严重浪费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或面临最高5万元罚款 对于网络流行的吃播 该法更严厉规定 对制作发布传播暴影暴时视频节目者给予最高10万元罚款 法新社的报道说 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经历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中国 如今经济腾飞已成为世界粮食进口第一大国 而喜爱铺张饮食也导致中国食品浪费现象严重 去年夏季实质新冠疫情和严重洪灾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提出反对食物浪费 曾一度引发对中国粮食安全和可能短缺的担心 如同毛泽东时代一样 习近平的指示也一度引发某些过度贯彻执行 如长沙一家餐馆要求顾客在点餐前先称体重的做法 引发网络非议 在舆论压力下商家被迫道歉 报道引述官方新华社消息指 中国每年仅城市餐饮浪费粮食就超过1800万吨 饭店经常可见一桌子菜没吃几口就倒掉的现象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消息 中国足球裹脚张恩华离世终年48岁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传媒29号广泛报道 中国前裹脚前国足队长张恩华心梗意外去世终年48岁 绰号黑色的张恩华是大连足球的代表性人物 场上司职又后卫曾担任前大连队和中国队国家队队长 职业生涯中总共代表国足出场59次打进5球 2002年韩日世界杯张恩华入选大名单位出场 在联赛中张恩华也是大连夺得联赛七冠王的重要功臣之一 据新浪等中国传媒报道 张恩华刚在昨天28号度过48岁生日 但今天却证实离世 张恩华离世消息传出后 有媒体公布了他在生日当晚 与一群朋友们共同举杯庆祝的场景 当时黑子笑得那么开心 但没想到的是盛宴结束就是永别 正值壮年的他就这样突然离开了 据其亲属描述 张恩华是在饮酒后突发心梗去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